如果你的预算只有千多块 你又想找续航好 性能也不错的手机 什么制裁iQOOC9 你可以考虑一下 在1399这个价位段 塞下6000毫升大电池 性能也很够用 废话继续讲 我们来看下去 iQOOC9用上高通骁龙7件3处理器 虽然讲是7系 但是在架构上 有个跟8系处理器 类似的超大核配置 以及拆机件4nm工艺 搭配上这个60004 3平方毫米的 这个散热板 面积是上一代吸气的两倍之多 像是这个崩坏星球铁道里面 在环境时刻这样复杂的场景 开启最高画质60帧 压力稳定运作 掉帧的频率并不明显 原神在最高画质60帧的超高 真正的玩笑还算厚得住 折体还能维持一定的流畅 接下来是这个6000毫米的大电池 它是一块超薄石墨电池 这样子它的手机可以做到 电池轮廊大的同时 你当机身也不会太薄key 你可以看它是很薄薄 在如此高密度的电池下 提供80瓦的有线快充 死剩下来大概53分钟 从1%冲到100% 也就是一小时内保证可以settle 接下来就看看这个耗电的表现 连续播放两个小时的 一一半批YouTube视频耗电11% 原神半小时耗电10% 虽然的力还是很稳的 既然高复杂的游戏都可以轻松应对 这样子就更不用讲是刺激 或者是王者荣耀这样子的竞技手游啊 半小时王者荣耀180帧耗电量8% 值得意见的一点就是 iPhoneC9还专门为原神设置了震感功能 只要开启这个功能在游戏里角色开进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震感反馈 玩起来就真的是有游戏手柄闹味了哦 虽然它是6000HC大键池手机 但是它实际厚度只有8mm 重量是119g 放在大键池手机来讲它算是轻薄了 加上视觉风格清新的轻风率配色 以及iQOO VWC手机标信的这个悬窗镜头模组 在手感和视觉方面都是千元手机上相当不错的表现 屏幕的话iQOO C9也是蛮有诚意的 搭载一块iQOO LED屏 有着14Hz的刷新率 以及4,510的峰值亮度 在大太阳玩手机你不会觉得太暗 分辨率大概是1.5K 1260x2800 同系列一起发布的还有这个iQOO C9X 一样的620大电池还有这个轻薄机身 44W的有线快充 挑逻6件E的处理器 在不达1000块的价位也算够用 加上12GB加12GB的这个RAM Expansion 原来是可以玩游戏的 就算是单纯买给长辈简单用 它这300%音量也确保老人家可以很懂的听到手机铃声 我这么一轮用下来 iQOO C9的SWAT也不只是电池很大 它在屏幕啊外观还有这个音响做得相当不错 游戏也是iQOO的前燃优势 毕竟它是王子realcapio的官方用机品牌嘛 放在同价位的手机来讲 它也算是蛮有竞争力的表现 这次iQOO给他们了一个名为Brick Free的口号 就是不受束缚不受限制 这里我们可以从价钱 配置性能以及续航来看 999块就可以做到性能不错 续航优秀的手机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钱包和打游戏的需求 都一起Brick Free的 谢谢大家